繼續開會 現在請劉先鎮議員發言 一登記執行順序 請議員發言 好 謝主席 也謝謝我們各位都市計劃委員 陳副市長 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我看到我們的這個業務報告 也沒有涉及到任何的關於齊美地區的話 好像齊美地區 不需要做任何的都市發展規劃 完全 我一直覺得說 在市政過程裡面 齊美地區就一直被排除在外 好像不存在一樣 那我在這裡 我有幾個想請教一下 不曉得我們在座的各位委員裡面 有沒有人沒有去過美農的 有沒有 沒人都去過嗎 沒有去過請舉手 好 都去過 你們有沒有看到美農區公所外面 全部都是鐵皮屋 這樣的地方 不需要規劃不需要發展嗎 好 到現在為止 據我所知道 美農的整個所有的都市計劃的 西部計劃都已經取消 好 好像是剩下一個 那如果說前不久有一個送過來到我們都 那個都發局想要申請要重化 結果呢 結果呢也被打回票 那他現在他的土地呢也被在裡面 沒有做從過來不能利用 而美農們就是這樣子擺爛在那邊嗎 不需要做規劃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都市計劃在美農整個被取消 那個都市計劃 拿過來要吃飲重化啊 你說這個警戒取消了 為什麼會退回來 被退回來 我不知道議員所指的被退回來是什麼意思 公酒 公酒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就是 事實上在美農在去年五月份的時候 他有辦那個所謂的第二次的通盤檢討的第二階段 那其中有17處的公共設施用地 後來是大概我們有會麻煩地震局在那邊 針對那個整體開發區的重化可行性來進行評估 那在評估裡面會有哪些就是它是整體開發重化是可行的 哪些是不可行的 那所以有8處的整體開發區的限制 他是因為重化不可行所以把它解除 那其他就是如果 只在一個地方嗎 只在一個地方 有8處的 對 只在一個地方 所以呢 是不是美農呢 不需要再做重化 通盤檢討有整個取消了 那個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 我覺得這個部分 要重新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不然的話那就擺爛在那邊嘛 要發展沒有辦法發展嘛 人家也主動了 也提出來了 好 是這個跟議員報告來一下 就是說有些話的都市計劃它本來原意是希望說能夠透過整體開發去 對啊它用整體開發嗎 那後來 他也提出來了 對不對 並沒有提出來就是提出來就是重化不可行 那也放在那邊也都一直沒有開發 好 那也有些也有些那個我們當地的民眾也有曾經說 好 請坐 我是希望大家認真去思考 他現在也提出來 工久前不久 他們來告訴我 好 那如果說你不重化 裡面的土地都不能利用 那整塊都不能利用 那美農就擺爛在那邊 好 我覺得去重新思考一下 好 剛剛局長講的 都取到 剛剛有八個嘛 對不對 都取消掉了 只剩下一個 好 好好去重新思考一下 好 因為時間關係好 我請教一下 我一直在說 美農呢 要蓋市場 市場 也同意 好 說要 只要地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來幹 那我們是不是 看看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林亞區 都可以把行政機關用地 就改成商業用地嘛 那美農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來改變嗎 是不是請 局長答覆一下 請李委員答覆 好 委員這是不是可以請 金發局來回答一下 好 市場主管機關 請 有在嗎 請金發局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劉議員 那個美農地區 目前啊 目前的都市計畫裡面 是沒有市場用地的 那不可以改變嗎 其實 我們都可以把行政機關的用地 改成商業用地啊 那美農會沒有這種地可以改嗎 美農目前的地方 的地區呢 我們是有在做盤點 跟議員報告 那我們去盤點 目前為止呢 其實美農這個傳統市場的需求 現在齁 需要要求建市場 是美農普遍的聲音 我一再講 美農不能在馬路上賣東西 不能在馬路上賣東西 找一個地方 讓美農人 有地方 作為傳統產品的交易場所 市場也答應了 就說要找用地 找土地 土地找得到就要幹 對不對 現在不能再找其他的理由 不能再找其他的理由 我們會去做市場的那個之後 會找地方 因為美農地區 我們為什麼 有這個需求 既然找地方 我們為什麼 在美農找不到一個地方 來變更地幕為市場用地嗎 我們都可以把林亞區的 把行政機關的用地 改成 改成商業用地啊 美農會找不到嗎 美農地區其實 其實我們 不會找不到啦 市場 我們還要去看那個市場的這個機能 因為 如果 找個太偏僻的地方 現在 要找市場用地 我們如果要蓋市場 就把土地 找一個地方 把它編過的市場用地 會沒有辦法嗎 如果 有這個 那個市場機能 而且有適當的地點 我們當然會去評估啦 但是市場的土地 也不能去找 太偏僻 造成市場當然不能經營的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做 我認為 現在還留了一塊 可以去重劃的地方 我們公園預訂地 那個地方來做公園可以嗎 好 重慶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我們可以好好去討論一下 把裡面 那塊地 是不是有一個適合的地方 找美農地方人士 來討論一下 是不是會把它變更 好不好 我們可以去了解市場 將來是不是有這個機能 還是 還有 我們 市長已經 我要感謝市長 他呢 真的是 非常體訓農民 把我們的體訓農民 我們美農的 那個養殖業呢 市長要用輔導跟協助的立場 來取代財法 我真的這一點呢 我非常感謝市長 但是呢 我認為這樣是不夠的 為什麼是不夠呢 要徹底的解決問題 還是要把那個 特殊農務用地 這樣的一個地幕呢 是不是要做一個變更 這樣的話 才不會讓地震局呢 不斷的碰到 還要面臨財法去計劃法 違反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部分呢 我們都市計劃委員會呢 或是我們 好 是不是我們市政府啊 是不是想辦法來 福利抽薪的 把這個問題解決 是不是有可能 是不是陳副市長 請陳主任委員 說明你答覆 基本上就是 農地農用的問題啦 對啊 那這部分喔 做法是 要試情況 就是說 看這個農地 非農用的情節 是不是很嚴重 那 因為有的是做工廠嘛 那有的是 不不不不不 我講的他本身就是 現在就是做養殖業的 跟工廠無關 我現在完全跟工廠無關喔 所以說 依照 非都市土地管制 因為他是有歷史環境的背景 當時四五十年前開始 老百姓是為了生存 那個地方的土地 根本做農作 沒有辦法做農作 才會做養殖 這個我在這個醫師大廳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所以呢 要有他的歷史環境背景嘛 他當時生活困難啊 沒有辦法做農作啊 那個地方啊 後來因為慢慢的慢慢的 附近呢 又改了 又做土地的農地改良之後 土壤改良之後呢 慢慢可以種東西了 但是更早些是沒有辦法吧 對不對 我們不能現在的情況 然後呢 把它變成特殊農務用地之後 來給他們做採訪 我們會要求地政局 我希望我們委員 全部的人都要知道 這樣一個情況 他的歷史環境背景 我們會要求地政局審慎 來處理這一類的事情啊 就是列管 那麼這個 至於是否違反 這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要需要以法緩 或者要求改善的部分 必須審慎了 那至於法規能不能解套 那我必須跟地政局研究 好不好 我覺得最福底抽薪 把地面變更啊 大家都沒有責任啊 你知道嗎 這個透過我們委員 大家來了解他的歷史環境背景 好不好 還有 我們中政府 到底現在做什麼規劃 你有沒有很可憐啊 從過去 從過去的每一任 從以前縣政府時代到現在 每一任的縣市首長 都說我要把中政府要怎麼規劃 時間再給兩分鐘 市長當然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但是現在也沒有什麼新的規劃 有沒有 聯合政府 今天跟議員報告 那麼美農中政府 美農中政府的規劃 或者是施作 建設到觀光局或公務局的業務 那我們今天都是都市計劃委員會 都市計劃委員會 這也涉及到那個地方土地的規劃問題啊 我們不會去涉及到他要怎麼開發 怎麼 你那個地方你如果說都市計劃委員會 我們如果說沒有把那個地方的地幕做一個變更 做一個規劃的話 觀光局也是我們沒有辦法做啦 對 也沒有辦法做 如果說觀光局它有 我們今天如果說我們都市計劃委員會 我們都市計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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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對中政府周圍有做一個完整的規劃的話 中政府的將來整個區域的發展 整體的規劃的發展就有將來 現在只是做環湖桌邊這樣子的話 這個沒有將來啊 這絕對是沒有將來 我們將來看開發單位有沒有什麼牽強 個案變更之類的 都市計劃委員會審慎來 來審查 好不好像這個請請我們我們請麻煩各位委員 關心一下 還有齊山要進齊南路要進齊山市中心的時候 有高壓線25萬伏特的高壓線 那個高壓線呢是不是可以移走 對於整個都市的發展是不好的 趁現在外環道那邊呢是還沒有人住 是不是從那外環道把它遞下花以後把它接下來 對整個齊山的都市的發展會有幫助 我不曉得主任委員看法怎麼樣 因為公務局的也是委員的機關代表 所以請公務局來說明 好請公務局好不好 請公務局說明 好謝謝主席謝謝留言 那個目前呢齊山那一段是屬於省道 所以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這個高壓線下地 那我們會請那個公務總局還有 我們已經會看過了 我把它講完齁公務總局跟台電公司 因為下地也要牽涉到台電公司的技術跟經費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說有會看過 我們還會再繼續追蹤以上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劉議員新政的發言 下一位請陳梅堅議員發言 時間十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都市集合委員會的各位委員 還有關心剛好宣布各位鄉親 各位音樂同仁 媒體先生小姐大家午安 首先我先請教一下那個文化局有在嗎 沒有齁 沒關係那個文化局 我請教一下 之前我有提過那個西門遺址 現在已經定制為古蹟公園 那這個案子已經目前都有確定沒有問題吧 你簡單答我就好 請李委員答我 謝謝主席謝陳議員 那個議員提到的那個西門 左營舊城的西門遺址那一塊 目前的方案是朝這個方向在進行 所以目前都有在進行中 然後現在也跟我們文化局也有跟軍方這邊在協調當中 好謝謝辛苦請你們繼續 這個更盡快 那再過來我要談的是 有關於我們這個民族大眾例清場的簽證 今天局長沒有在嗎 趙局長不是在 來那個蘇護護座 我請教一下 這個民族大眾例清場的簽證 在上個會期 在上一屆市長都有承諾了 這個案子應該是沒有變化吧 目前 來局長你答 護座 請蘇護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還有陳議員 這個案子 市長上次在 上一個會期 提過之後呢 我們養工處呢 目前呢 也在找地方啦 因為 目前我們就 有四個區域 我們在選擇 鳳山大社 燕巢跟人物 因為 這個辦合場呢 最主要就是 救災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 自己辦合場來生產材料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積極在進行 就針對這個四個地區的交通跟相關的 所以現在是確定要簽嗎 我記得當時有跟我們承諾 我們在評估簽的地點 只是說要簽到哪裡 現在還不曉得嘛 但確定是要簽 而且市長當時有承諾說兩年內要簽走 我希望你們這個時間點要記住 那我想 既然是確定要簽的案子 來請說 我們再來跟都花局這邊這個演議一下 還有我們的都市經營委會各位委員 我檢討一下 我想說既然我們民主大眾這個釐清場 它位居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地點 剛好這邊是民族路是大眾路 所以目前現在高雄是整個往北發展 整個北高雄 這個地方人口是目前聚集是 越來越多 尤其是我們福山里 號稱全國最大里 有四萬多個人人口數 那既然這塊土地 這一個那麼重要的一個地點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簽除之後 這個地點要怎麼樣來規劃 那我記得在幾次的質詢裡面 包括這一次的財經部門那個質詢的時候 我也特別提到說 這一塊土地 是不是未來能夠朝多功能的方向來做 那尤其是我在這邊 金發局有在嗎 今天也是副作債 那我想要跟金發局這邊也是特別提到 就是因為這整個裂清場 它位居的位置 之前我有提到說 這個是市場用地 因為它必須要跨過自由路 博愛路到華夏路 經過這麼大三個重要路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預定地 是在我們龍總前面 也必須經過一個車流 非常大的一個民族路 然後這邊往下是一個自由販溫市場 也必須要經過大眾路 所以整個這個生活圈裡面 並沒有一個能夠讓我們婆婆媽媽 方便購物的一個場域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當時都市計畫是怎麼歸換的 這麼大的一個領域裡面 竟然沒有一個生活機能 可以使用的一個民生必需用品的一個場域 所以我請你副作 我們的主委 陳副市長 還有我們的獨海局局長 請你們 他會研議一下 就是光這 如果就想想這一塊 如果車子之後 因為我們現在這邊住了太多人了 就有時候一棟大樓都住了好幾百 甚至上千人 一棟都有四五百戶的也有 如果是這邊的生活機能 能夠有一個購物的地方的話 我想對這些婆婆媽媽是真的幫助很大 不然他們現在變得流動 流動貪汙一直在那邊追流動貪汙 然後警察拼命開發單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景象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議在這一塊 被刑場牽止之後 能夠趕快規劃多功能的使用一個設施 那一部分能不能配件為一個市場 社區型的市場 當然我知道現在市政府公用市場是不蓋了啦 但是這個地區是比較特別 它有這個需求 那再過來就是停車場 因為那個地方整個區域 現在目前那邊是沿衛籃球 那摩托車又多 汽車也多 但是就是沒有停車空間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當時你們在設計的時候這個規劃說 這邊地方也都沒有什麼停車場 也沒有市場用地 整個這個區塊是這樣都是住宅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都市局這邊 還有我們都市局委員會各位委員 研議一下做這兩個主要 那如果大概一部分可以規劃一些社區圖書館 或是運動中心都可以 但是我們在這邊是特別針對這個地方 為我們的居民提出這樣一個需求 就是社區行政市場 跟我們的停車場用地 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在會等我們的主委 來回應一下好嗎 請陳主任委員說明你答應 好謝謝主席謝謝陳議員 那麼這個都市計畫案就是立經廠 變更為公園這個都市計畫案 是在列政部審議當中了 那如果要做其他的設施 必須要符合都市計畫法裡面 是不是有多功能使用的這樣 第一個要符合這樣的範圍嘛 第二個我想還是請那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假設市場 進化局認為有需要 圖書館如果文化局認為有需要 或者其他交通目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簽 簽出來來去做這樣的使用 那我是都市計畫委會主持會議 那這部分還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評估 如果有需要 那麼透過內部的這個 這個辦理的程序 由相關的機關來辦理好不好 好那這樣子我想 都市計畫局也在都市計畫局也在 那交通局也在嘛 我是不是拜託你們這個案子 能夠來提出盡量符合民意 然後讓那些居民能夠生活上 機能上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整個往北發展 整個機能都沒有那麼建置的完整的話 我想對居民也是一個很苦不堪言的地方 尤其是這些婆婆媽媽要購物都很麻煩 好不好 好謝謝請坐 那我想再過來我要談我這個一個議題 就是我想 建勤研議非公公共使用的建築物 因放寬間閉率的規定 以符合居民環境並兼顧市民的權益 我相信這個議題在我們議會已經講了好久了 尤其是從今年一直我們市政府 從去年開始 很嚴格的把關在這個違建的部分 反正只要知道就拆 完全沒有寬容的一地 包括都沒有辦法講 那當然 維建的部分我們一直在強調 只要不要違反公共安全跟通行空間 我覺得在某一個程度是可以容許的 可是問題是我不曉得現在市政府的政策 就是只要有檢舉就是拆 我是覺得這對市民的權益 我覺得坦白講 你的建築力如果沒有開放 適度的來開放 然後讓人民就是現在都寸寸寸金 你知道嗎 以前的土地地廣人稀 但是現在不一樣 整個都市的發展 趨向於 像過去我們男子 大概有三百多戶 現在已經三千幾戶 一個區塊裡面的成長 那是倍數十倍以上的 這種是很難去預料 可是現在的趨勢 整個就是這樣改變了 那是不是在這個土地的利用上 不要再去局限過去 因為這個建築法規已經五六十年來 沿用到現在也沒有檢討 也一直沒有改變 但是整個是 現況都是在變嘛 那所以是不是應該在一個 我想 就針對我們這些 細部的計畫 土地使用的管制要點裡面 是不是市政府在這個部分 應該要好好來做檢討了 不要說 所以說 剛才他一片一片 一片土地 給你二十片 那可以去十片 那穿了十片 要怎麼辦 那一般的人就覺得 喔這一片這麼貴 一片這麼貴 你給我一半的空間都站在那裡 其實坦白講 一般老百姓他們的心態都會認為說 我如果可以多擁掛 他就多起掛 那就造成其實違見 真見的問題出現 那你只要一知道就差異 那這個就對坦白講 這是浪費社會成本 老百姓也受害 然後這整個社會環境的氛圍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是覺得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我相信我們一位同仁很多人都一直在提 那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希望市政府能夠好好的去研議 是不是可以來犯寬 比如說我現在講 我不要講哪一個縣市 我們周邊高雄市的周圍有一個縣市 他們就是這樣的做法 大概就是不成為的規定 也沒有名文 因為知道這個中間母法可能有抵觸 但是他們的縣市裡面 自己就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就是說他們 他們好像他們是 前面可以退30黑白 後面可以退20黑白 只要在這個範圍內容許 其實他們就不會去拆 你讓你搶建過 他們就過了 這個是大家一個默契 當然這個不是說鼓勵大家違法啦 因為今天我們強調說 只要能夠不影響公共安全跟通行空間的話 是我們自己的場域 我是覺得這個是可以被接受跟檢討的 那所以我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在這個務實面上跟執行面上 跟我們的法規面上 在這個面裡面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需要去檢討去改善 而不是因為的就是 依照中央法規 然後地方的規定 然後知道了就拆 然後老百姓就叫苦連天 那我們民意代表 坦白講到目前我們也是束手無策啊 因為政府不改變你們的做法政策 我們 時間再給兩分鐘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所以我這邊我也要特別講 是不是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放看到說 我們從後面 從我們的一個建立的 後面的防火巷道 我們大概預留個 1至1.5米的防火空間 然後前面就是用我們的 都市計畫道路的退縮規定 從他們 比如說它這40米樓 還是30米樓 它規定說它退縮要退縮多少 用這樣的一個前後的退縮 然後剩下這個建築面積 能夠讓我們市民來使用 不然你說大家幾塊那幾 一塊都滾10萬 你說叫他買買放在那 你像我們家就好了 我們家現在前面就退縮了 將近4米 很大塊 完全都沒有辦法動 就看著每天讓人家走而已 我們連自己的車都沒有辦法停 我們都不能停在上面 因為那個是公共大家通行的 退縮空間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實在是有點不太合理 所以我是希望在這邊 我要特別跟我們都委會 各位委員 請你們也大概就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來演繹一下 泛寬的一個條件 如果我想土地現在資源有限 住宅長期開發人口結構的改變 大環境經濟影響下民眾購物 已經很不容易了 所以必須有限的空間 謀求最大的利用價值 為了符合民情市民生活需求 及都市發展的必要 謙請市政府檢討建幣率 開放五樓以下的 非公共種使用的建築物 地面層的使用率 還有除了防火避難的必要措施 跟生活的品質基本要求以外 不要侷限建幣率的規定 那另外我們也針對於 建築物鋪設的採光遮盆 建築師整體設計 無礙於市榮景觀的話 是不是可以免計算建幣率 那農區率應加以檢討 且檢討細部計畫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 再給一分鐘 不好意思 然後務實面對各種發展屬性 避免不必要的推縮限制等相關的建築法規 以符合居民環境事實 並兼顧市民的權益 我想主席是當公代書的專業 他也很清楚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 老百姓為了這個事情 已經大家都苦撲開眼了 你們只要是超過那個建幣率 你們就是差 其實像遮雨棚那個部分這樣 我覺得那個地方 它也不影響人民的空行空間 也不影響別人 何況前陣子的新聞 也有報說 有一個小孩子從樓上掉下來 剛好有遮雨棚遮住了 緩衝了他的衝擊 然後再下來 結果他沒有受很大的傷害 甚至沒有死亡 這也是一個好事 所以這個不影響的時候 是不是也應該要去檢討說 不要把他納入一個建幣 只要他整個設計是漂亮的 整體的 不影響安全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納入考慮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等我們那個主委 還有我們都委會 請委員回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都市計畫 那個剛剛議員提到的 關於建幣率的問題 那當然議員剛剛有提到 他事實上是整個全國一致的規定 那他是依據都市計畫法第39條 然後就是去訂訂支 那整個建幣率事實上在全國 他有一個上限 住宅區的話 就是60% 最多就是60% 那儘管如此 我想我們的公務局 在陸陸續續 在從99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他有提出所謂的那種 高雄錯的這個辦法 那就是鼓勵就是大家能夠去 潮節能減碳 或者是針對那個高零化社會的 衍生的一些建築環境的需求 那以目前來講 他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去提高 那個建幣的使用 比如說假設是 基地面積如果是70平方公尺以下的 他如果增設所謂的綠能設置或電梯 他建幣率實實上可以從50可以提高到92% 75%到92% 所以他是 因為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這個是我們公務局現在在推動的 所以我想 我們當然是有時候也會考慮到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我們願意來檢討 但是事實上也必須要讓議員了解 就是我們 即使我們修訂這些東西 他還是要不能違背到都市計畫本身母法上的規定 謝謝陳梅堅議員的發言 下一位請張漢中議員發言 時間10分鐘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都委會 我們主委 各委員 在我們議員動員 電視機最關心 我們市場的好朋友大家玩 我在這裡要麻煩我們都委會 是不是這個 我要說我們的自由樓 自由菜籍 自由菜籍有 可能是70年之前就說 建設我們的自由菜籍 自由菜籍之後有瓜 類似說我要說中和雞 中和雞有部分 自由菜籍的問題 在當初是70幾年前 蓋了一個菜籍 這是70幾年前蓋了一個菜籍 這是70幾年前蓋了一個菜籍 但是這個 這個菜籍 八成 非常的很單純 這經過他 蓋菜籍的人來做工庫 工庫說 我們買家就來買家 這是過去 我們的自由菜籍 它的中和雞 這是我們的自由樓上這個面 這是自由樓上的面 這是中和雞 中和雞 中和雞是八米桌 八米桌 這將近 在30幾年前 是70年前 之前蓋的菜籍 但是呢 這是中和雞樓上 他們的工庫 他們的工庫 之後 八成非常的單純 就來買店民 買店民 店民買之後呢 現在已經 第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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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菜籍 現在這個中和雞 已經是第三台 這已經 訂鍋位 訂鍋位 他們也 不知不覺當中 認識到 我們的精華籍的使用補廠金 不知不覺的當中 來接到 精華籍的使用補廠金 結果 這個地 這個素材 這個地 是我們的 這個 以前的菜籍 整個在做 池林用補廠 譬如說 菜籍的 池林用補廠 但是這個菜籍 可能 有很多人 過去 這個建築 怎麼去做 我也 兩年前 服務過這個菜籍 結果 菜籍的 地上館 都是 屬於菜籍的人 買的 單位 包括地上館 都自己的 結果 不知道說 應該是 三年前左右 菜籍的地 菜籍的地 又有另外一個人 標去 又好像一個人 標去 三前 菜籍的那些人 都在照顧 照顧 照顧 結果 應該是 類似說 現在 在 在 手上當中 有可能 但是 現在 我要說的是 中和街 後面 中和街 這就是 菜籍 菜籍現在 現在已經 在前面一部分 就現在要還有人 去做行李 後面這部分 中和街 這邊的菜籍 要荒廢 將近幾十年 這菜籍要荒廢 一個好像幾十年了 將近三十年左右的 這個後面 菜籍要荒廢 就沒有去做行李 但是 就是 這八成很無奈 這八成 這八成就當初 這八成 當然 非常的 不知道 前幾十年之後 去買到 這 應該是六千左右 我 要 我知道應該是六千 六千左右 應該是大概五、六千 五、六千 五、六千 最近 就是我們金花籍 來去 發文 來去要 來去 請求 五年的 使用補償金 我現在 在這裡 拜託我們 都委會 還是我們的 主委 是不是可以來 隨自這幾千 這個土地 是不是我們可以來 給它分割出來 是不是這幾間 這幾間 市民用地 是不是我們可以分割 出來 來做幾間 佩繩 來 才可以 讓我們可以去 任股 來去 讓他們這 住了四十幾年 的土地 可以取得 現在 目前 目前他們的使用補償金 我頂各位 我有跟他們拜託 用分割的 已經 他們接受分割 我已經拜託去 辦分割 辦好 當然 那幾個百歲 你幫我拜託說 這個地 我們可以取得 但是 我有跟他們 介紹說 目前是市場用地 可能沒有辦法取得 但是沒有辦法取得的話 是不是 我們都發局來圓獄 這幾間 好像是這幾間而已 這幾間而已 我都說 很奇怪 這幾間 這個 當初三四十年前 這個 建築 有辦法去買 給我們八歲 八歲 現在目前 我知道 已經第三代 他們說的手買 他們說的手買 是不是這個 這個土地 可以不符合有沒有 拜託我們 都委會 都發局 都委會這些 可謂是來研議 這個 這個七塊 可以不可以分割出來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請局長 來去 達福 這個地方 可以去誰是 這些百姓 可以來去分割出來 讓他們可以 跟我們 精華局 來去認股 還是怎樣 是不是 這個七塊 可以拜託我們 都委會 演繹以下 這是八歲 是四十年前 現不知不覺 當中 來取得 他們也很誇張 所以我們 要去 我們要去 買金錢 不知道 現在 該接到 我們的都發局 的土地 來去追繳 使用補償金 這個奇怪 是不是 局長還是 我們 指委 可以來答覆 這個問題嗎 請 陳主任委員 說明你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使用補償金 那部分 分期付款 我想應該 那ok了 那個不大 問題不大 那ok了 建設局說 他加八歲 那至於 至於 土地能不能分割 是不是請 這個土地是 金發局管理的 現在金發局管理 請金發局來說明 好 是不是這個 好 請 征文申委員 征文申委員代表 征文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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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張議員 他的一種 這塊土地 這個 我的直屆 這個土地的管理 是公有土地 主席 就是我們金發局 金管的土地 所以這塊土地 它的土地分區是市場用地 那現在管理機關是經發局 所以 因為基於 那個 食用者用我們公有土地 所以我們去 追盡 也謝謝議員幫忙 大家能夠達成一個共識 我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但是議員剛才建議的說 看能不能分枯出來說 賣金或是什麼這部分 因為這幾塊都是公共設施用地的 市場用地的 那現在目前主管機關是公有第四清發局 所以要把它再分割出來 然後再去賣的話 恐怕在規定上是有一些問題 而且現在整個整塊 因為市場管理的條例也規定說 市場要處理 是要整個土地一起處理 我們這個中央的法令 那個市場管理條例裡面規定 也不能把市場用地或市場裡面部分 那個切割出來做處理 所以目前這個部分 如果要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是有很大的一個難度 那那個市場現在還有在做 還有部分的市場要有在做什麼 市場的工人還在的 市場那個 副市長你可能這個生態 我要向你介紹 那個生態現在目前 譬如說 因為 我們自由市場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中 中和製 到後面一個信義製 現在在前面 整個菜市場還在做成立 但是信義製跟中和這 這個區塊這個 我現在在說的 我現在協助的就是 這方會將近30年 所以說應該方會30年以上 就是主義市場 運情 我們的主義廊 就是現在有在做成立 就是現在那個地 我們的八成很無奈 也產生建商 現在那個土地好像是四年前 被另外好像一個台南的一個 一個人事來去把這個土地補去 也在收割 應該還有一段落了 應該是到了一段落了 我們後面這裡 是不是我們可以來 園域看看這個後面這個菜市場 用地 我們可以怎樣來去利用 還是怎樣來規劃 來去讓這些百姓可以取得這樣 是不是這個找 找看上有沒有什麼空間 好不好 我們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因為整項是整個要考慮 那如果說有部分 或者是市場已經沒有功能的 我們去檢討 去做都市計畫 要做整體的考量 這樣子會比較有一個程序 這樣子 謝謝 謝謝張漢中議員的發言 現在休息